我是吴瑜,是苏州大学现在大四的学生 我申请的研究生的学校是马里兰艺术学院 然后获得了他的奖学金 首先我觉得出国学艺术可能会有更好的艺术审美 跟对艺术的视野等等之类的把控 第二点是我觉得出国跨专业选择专业的话 会比我在国内考研跨专业更加的灵活一些 对我而言更加的容易把握一些 在专业的选择上我选择的是插画 我的考虑首先是因为我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作品集合申请 所以我想选择一个我自己比较好把控的专业 如果我是选择一些环译或者数码这种专业的话 有很多软件和专业知识都需要我从头学起 但是我本身本来我的专业是美术学师范 我们有一大部分的课程都是纯艺类的 所以如果我选择插画的话对玩也会比较好把控 我可以在申请的这段时间里很好地完成我的作品集 去申请一个我比较中意的学校 在申请时间的安排上 我是大一开始有出国留学的想法 所以我自己会在一些网站上或者去问一些朋友啊 学姐学长一些相关的问题 然后大二的时候我开始准备语言 到了大三的时候开始准备作品集 到大四上学期的时候就已经在申请的末尾阶段了 然后我觉得当中挑战最大的就是做作品集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首先艺术不是一个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 就能立刻把作品做出来的 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灵感吧 但是我本人也比较的拖拉 所以尽管作品集的老师给我制定了一些时间的规划 什么时间节点一定要完成什么任务 但是我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在第一个时间节点 我就把要完成的事情没有做完 导致整个做作品的时间就一直无限地向后拖延了 在艾特这边做我的书嘛 然后也在这边就报了托福的课程 又考了两次 最后考的分数是94分 然后我觉得在艾特这边比较好的学语员就是老师都很负责 然后有一些作业他会及时地给你反馈之类的 而且会布置一些作业 这个就比较好能督促我自己去练习 作品集的老师首先让我列了一个一长串的表格给他 要写20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或者是某一个物体或者是某一个场景 然后再从这20个场景里面 我把我自己喜欢这些东西的原因都讲给他听 然后我们一起在里面选取了三个 我既感兴趣 然后他又觉得这个点很好很特别 然后让我做作品的时候也可以有话可以讲 有深度可以继续去挖掘的事情 当我申请学校的时候 对方学校的老师觉得比较感兴趣的点是 我们在有面试的过程 然后在面试的时候他有跟我提到 首先是他觉得我的作品集里面有很多的 就是我贴上了关于我的sketchbook的内容 还有他觉得我在做这个作品 在完成的时候做了很多research 他很喜欢我去就是去做这个作品 去探讨这个作品 把它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过程 他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文书里面会有我对自己作品的介绍跟阐述 这一点是我在做作品集的时候就已经写下来完成了的 也是已经是英文的形式了基本上 另外一点就是 每个学校对文书的要求不一样 特别是有些艺术学院他要求你提交这个文书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些固定的问题 比如说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你喜欢的艺术家是谁 是哪些人 你喜欢的艺术作品是什么 你最近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等等 这些学校首先会给你提一些这些问题 所以只要按照自己的答案去回答这些问题 也是文书的一个方面 我喜欢的艺术老师他会帮我把这些都很好的结合到一起 然后去润色我的内容 再加上我为什么要选这个学校 为什么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以及我个人的经历和背景 我觉得艾特的老师给我的最大帮助就是 在我留学的过程中对我有一种陪伴 因为我自己身边有的同学 他们也有想出国留学的 但是很多在过程中就放弃了 考托福的就放弃了 或者说托福没考好放弃了 或者说作品自己准备来不及就放弃了 再加上大家都有不同的志愿 所以在准备的过程中 其实很少有人可以跟我交流的 即将要留学的同学们 大家就是首先不要对自己有质疑 一定要相信自己 肯定是只要按部就班的 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所有的 对未来的规划 对学习的规划 对于生活的安排 这件事情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当特别是准备艺术类的留学的时候 当你想到什么灵感 想到什么创意 想到你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犹豫 就是立刻去把自己的想法实现 这样反而是更加有助于 你去申请到自己喜欢的学校 或者说得到一个所谓的个人风格 希望可以生活得更有趣一些 比如说认识一些 就是在艺术上有追求的 有相似的追求 对艺术审美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同学 老师或者说我也希望自己 能够去参与到一些新的活动当中 是跟我原来所有的大学生活不一样的 大家好 我是艾特金英的升学指导老师秦珍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六年的时间 在之前的工作中 我主要是负责美研 美本 本转 以及美高等方向的这个申请工作 应该来说 吴宇同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所以他获得这样优秀的录取并不意外 但是我们在申请的路上 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知道美国的研究生申请 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申请工作之一 他需要有非常长的时间周期 来帮学生完成全面的背景提升 在吴宇同学刚过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他的标准化考试成绩 作为艺术类考生 他只需要一个托福 因此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全力帮他把托福提高到了94分 在完成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准备之后 我们又把精力放到了学术背景提升上面 我们注意到吴宇同学所在的苏州大学艺术专业 在全球的影响力比较有限 为了使得他在申请顶级艺术院校的时候 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我们鼓励他参与了 大三暑假的伦敦艺术学院的交换课程 我们对他的辅导也全程穿插在其中 包括最开始的申请资料的准备 到过程中间的演讲稿的修改 以及到最后的时候 跟教授之间的往来邮件的这么个关系维护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为了使得感情能够得到一个升华 那么出点子让吴宇同学 以漫画的形式写了一封祝贺的邮件 那么在这个西方国家认为是 近乎于过年的这种美好的节日里面 有了这么一个问候 那么很多老师都感到非常地开心跟惊喜 并且有一位老师欣然同意给吴宇同学写推荐信 那么我想这封推荐信 对最后他的申请起到了居住轻重的这么个作用 那么接下来的一点工作呢 就是我们的艺术作品级的这个准备工作 那作为一个艺术类申请 除了标准化考试 最重要的就是作品级的这个准备 在作品级的制作过程中间 我们也是全程进行了一个参与 那么跟作品级老师关注的点不同的呢 是我们的关注点在于 你这个作品级做出来之后 在我呈现给美国的学校的时候 你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你能突出怎样的一些思考 你能突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因此呢我们跟作品级这块 也是有着非常强的这么个合作 跟比较深入的这么个接触 那么这跟我们以后的写文书 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下面呢就到了我们整个申请工作中间 最重要的部分 文书写作部分 你无论前面做过了多少铺垫 到最后呈现在学校面前的 都应该是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那么我们的文书呢 巧妙地结合了吴玉同学的这个背景 跟他的自己的特色 首先一点是突出 他虽然是艺术教育专业 但是对于艺术的理解 对于力术的实行 以及个人的灵感 并不弱于任何纯艺术专业的学生 并且他还有比较扎实的 中国传统艺术的这么个基础 跟西方的艺术正好可以进行一个 完美的一个融合 多种元素的 非常diverse的这种background 那么第二点呢 是他的艺术教育专业的这个背景 我们进行一个巧面的一个切换 很多艺术类的同学 在写自己的后面的career plan的时候呢 主要侧重于都是以后怎么去工业界 或者是哪边去进行一个工作的 这么个愿景 那么我们结合吴玉同学的这个背景呢 我们帮他抒发了一个 就是我学了这个插画艺术的这个专业之后 我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工作 那么我还看到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间 有很多学生同龄人 他们因为家庭的原因 不能够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很远 那么以我教育学的这个背景 再加上我这个艺术专业的这么个背景 我希望以后还能够去帮助一些学生去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达到了一个个人愿景跟专业性非常棒的一个结合的高度 所以呢我相信这篇文书对他的申请也是起到了非常棒的这个促进作用 那么对于有志于去美国留学的同学们呢 我有一些建议 首先的话呢应该分清楚在不同的申请阶段 我们的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 如果说我们要申请美国的研究生 那么我们的学术性应该是在第一位的 我们个人的这个愿景这东西是第二位的 如果说我们要申请美国的本科或者是本科转学 那么学术有一定的重要性 但是个人的愿景跟自己一些价值观的一些东西 要表达的非常的充分 并且我们最好是学生要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那么这样才能够有一个促产 那么当然了在美本跟本转的阶段 成绩的作用性是更加重要的 那么包括标准化考试跟课内的GPA这些东西 那么比较稀少的是美高的一些学生 那么美高呢主要是看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你托福的成绩怎么样 第二点呢就是主要是一些主观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你的价值观怎样 你是不是阳光向上 你是不是有什么跟同龄人不同的地方 把这些东西突出好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